大家好,這集很早,7點多鐘,來和大家拍一輯飯喉講錶 這個沙灘近來都很髒 自從幾個星期下雨以來,一直都飄入很多垃圾 整個沙灘就算是每天都有人去清理 亦都是不斷有些垃圾湧進來 你知道我是喜歡漂亮的東西的 所以我就不怕那些沙 因為我怕你看到之後都不開胃 那我就拍高一點 最近大家覺得我這部手機拍的影片漂亮嗎? 有些朋友說拍的錶真的很漂亮 拍到好像比真錶更漂亮 希望大家都喜歡最近我拍的錶影片 最主要是大家看得開心 那今集想跟大家說什麼呢? 就是最近這幾天都見到有位Siri 就不斷都開始說一些低落 是的,我們都說過無數次 低落是會繼續下跌的 那當然這些Siri當然是說跌定 又是同樣那番說話 基本上沒有讀過書的人就是沒有讀過書 因為他們都是用同樣一套說話 就算外圍發生什麼事 任何的事情發生了都不關他們的事 他們只是活在自己的井底 就是我們俗稱井底蛙的Siri 那麼就仍然都是說那番說話 升到那麼高 你又說不買了 現在跌了 你又不買了 那你就一輩子都不用賣 那一輩子都不用賣了 其實都不癢了 又說什麼 有些青年才俊選擇的一些款式 說真的 今時今日的青年才俊 帶一隻Low出來都怕被人笑 一隻Low 今時今日真的沒有什麼地位 就是一群人覺得還是 很多人都已經不是靠 所謂靠帶一隻Low來 證明自己是幾有品味 或者幾有成就 完全不是這回事 所以仍然是活在 不知道幾十年前 也都當然 他們也是說 從來沒見過 從來沒見過 一隻Low會跌回 正價之類的說話 大家記不記得 之前都有 有個叫波力士 波力士都是說 如果那些Low跌到某某價 我多多收 那今天那位波力士 走到哪裏 那當然 跌到那個價格當然是不收 當然又說 我們店鋪沒有理由 有無限的資金收你的標 那今天 這位Siri 亦都是說回 類似的說話 就 我這一世都沒見過 或者經過金融風暴 經過雷曼 什麼春春 什麼東東 都沒試過 那隻Low會跌到 回公價之類的 那大家拭目以待 那我們當然是說 就一定會有機會 跌到正價的 那大家拭目以待 沒有所謂的 這些 我們一直都說 一隻標 如果整天都是 看著去星星跌跌的價位 去到哪裏買 跌到哪裏買 或者什麼時候放 什麼時候入 沒有意思的 去所謂玩標 他們基本上 不是玩標 基本上就是 在那裏買賣手錶 不是玩家 是收賣腦 我們都說過很多次 那這位Siri 近來 亦都是找了 一位肥肥的瘦獸 那就是 都是 扎得緊的 那我有位標迷 還好笑 第一天 這位肥肥的瘦獸 出現的時候 我這位超級標迷 就 Message 我說 一個口齒不清 一個 就嗲聲嗲氣 咦 我還以為 在那裏 不是在看標 真是 你說搞不搞笑 那大家 記不記得 當時那位 Borix 亦都是 在他的影片 在那裏 經常都放一些 日本的AV 裏這些照片 又或者一些影片 又是 灰灰索索 涵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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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索的事 總言之 大家 講標 就講標 是嗎 用這些手段 難道你真的 想吸引多些 麻甩佬 或者一些 涵沙白 來看你的頻道嗎 是吧 完全都沒有了道 是吧 就是這樣 當然啦 他們在講 那些Low 純粹都是講 價格升的跌 都沒有什麼來涵 唯有是找一些 色情一點的東西 來吸引那些麻甩佬 那 這位Silly 那找到 這位 肥肥的瘦手 那當然 那也都是 啊 即是說真的 如果我們是 如果這個節目 找一位女士 或者有一位女仔 來講標 完全沒有問題的 如果 那位女士 是懂得標 或者是玩標的 或者是 從業縣 那都 又說服力一點 那 完全找個花瓶回來 基本上呢 就想是 用這個花瓶 去吸引多些 馬甩佬 去看你的channel 即是你沒有了道 是吧 如果有了道 用一個花瓶來做 做報警版嗎 是吧 那當然啦 講一些話 裡面都有很多 都是一些 又是一些 歪理 又是一些 自己 自己以為是 很型的一些 一些 說話 和做法 那這些我 我看一下明天 如果 華哥有興趣 我都想和他拍一輯 你逐個 逐個 逐個 去 和大家 笑一下 其實現在 標壇都幾有趣的 除了 百花齊放之外 就多得 這些silly的人 這些silly的人 因為呢 就是 給我們 有話題 可以講一下 有些話題 可以 講一下 彈一下 互相 你一招 我一招 都幾有趣 起碼 我們的觀眾 都不會覺得 那麼悶 以前 以前 那些youtuber 拿了一隻標 開箱 看盒 盒多漂亮 多漂亮 多漂亮 講了幾分鐘 盒多漂亮 才開了這隻標 拿了 開了這隻標 就 啊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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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鍋nell 啊 啊 A 開了 Zarか 的 ja hammer swarm この 現在 的 至少 13 都 亦都是百花齊放 搞笑的搞笑 有趣的有趣 突破的突破 都很好 對我們的錶迷也是福氣 除了懂得多些錶之外 亦都見識了很多Siri 很多Siri的東西 Siri的人 Siri的事情 今晚的飯後講錶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我講一些很Siri的事情 OK? 拜拜